皮宝丝猫有卖的吗? 皮宝丝猫没有卖的,因为皮宝丝猫并不是某个品种的名称,而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一只猫的名字。 早在2008年,就被美国伊利诺斯州的一名兽医所发现,虽然当时的它已经两岁了,但净重仅0.15公斤,约6.92厘米高,也就是说差不多和可乐品一样大。 茶杯猫大受欢迎,也曾有人想将它批量反育,但遗憾的是,由于基因缺陷,它的寿命极短。